老和尚常常跟我们说 要看破放下 自在随缘念佛 这看破两个字 看清楚了 看明白了 看清楚人生的真相了 从哪里看呢 从人生的最后一刻看 大家有没有看过人生最后一刻 有没有 自己的还没有 有人有看过 他又回魂 这个叫冰死经验 这个记录很多 有一个女的 断气了 在医院里面 一断气他灵魂出来了 结果他的小叔 本来要出国旅游 结果就接到他哥哥打电话来 你嫂嫂往生 他心里就想 怎么这个时候往生 他还起了这些念头 他的嫂嫂的神势就在他旁边 后来他嫂嫂来回魂 回去了 醒过来的时候就跟他说 我刚刚知道 你说我怎么这个时候走 你不能出国了 他小叔很不好意思 这个身体不是我 灵魂 更有智慧的灵性 佛性才是我 你看人有认知不同的程度 你假如认这个臭皮囊是我 那就麻烦了 你就会为这个臭皮囊 做牛做马 每天得招待他了 是吧 他那里不舒服 你就要赶快去给他处理了 甚至为了他 还进补 进补呢 还野生动物 你看为了他造了多少地狱业 你说止还是不止 所以佛门首先要破身见 不能误会这个身体是我 这个身体是我的一个工具 刚好这个神势投在这个身体里面 要借假修真 这个身体是假的 因缘和合 一口气不来 他就用不了 我看你们的眼神都比较没有经验 确实是这样 但是可以想象一下 你们有曾经看过人家灵终最后一口气 有的请举手 我也有 我的爷爷 他最后一口气 我是亲眼看到 我就知道 成语三长两短 为什么叫三长两短 他吐了三口很长的气 吸都吸很短 那个气就吐完了 所以第三口吐完之后 吸不起来了 就走了 所以四十二章 所以四十二章经 佛问弟子 生命有多长 有弟子说了 几十年吧 我说你还不知道 又有一个学生说了 生命在吃一顿饭之间 很短了 我说你还不知道 最后有一个学生说 生命在呼吸之间 你们有没有听过吸呼之间 没有 呼吸之间 为什么呼出去吸不起来就走了 所以 这个 这个身体不是真的 真的是什么 都不会坏 叫真的 真的呢 要去极乐世界才有真的身 止磨真净色身 跟阿弥陀佛长得一模一样 而且无量瘦 不会坏 大家要不要换这样的身体 要 每天保养品不要用太多 你太执着这个身体了 这个清净朴素就好了 而且在洗澡的时候 也是修行 你在那搓啊搓啊 你看每天还有那么多污过 九孔长出不节之物 这个身体不是很干净 我去换阿弥陀佛那个身体 所以你每一次洗澡 你就想着 我要赶快去换身体了 你就不会留恋这个身 也不会留恋这一世 这一世是过客 哪里是故乡 不是马六甲是故乡 极乐世界 才是我们安稳的故乡 那戒甲 戒这个身体 甲的 他可能就几十年的应援 戒甲修真 恢复 我们的真心 所以学佛最重要的 用真心 是